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看财经早报 我是奥雪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五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在节目开始之前 向您介绍一个很好的旅游项目 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 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 它的走向 形成和倒塌 无言的倒进了自由的民族珍贵 希望之声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 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 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 十天九夜 游览德国 捷克 奥地利三个国家 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内涵 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 真是美不胜收 6月就出发 由希望之声主持人为您亲自讲解 精品小团名额有限 机会难得 赶快报名希望之旅 十天九夜欧洲之行吧 周四公布的 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增幅高于预期 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 也低于最初的估计 市场对通胀和利率前景担忧 周五美股盘前 三大股指期货轻微下跌 早上8点半 美国公布4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物价指数 环比上涨0.3% 同比上涨2.7% 均符合市场预期 扣出食品和能源的 四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环比上涨0.2% 涨幅低于预期的0.3% 同比上涨2.8% 符合预期 同时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美国4月实际个人消费支出 环比下降0.1% 市场预期是环比增长0.1% 美国PCE数据公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2.4个基点 至4.528% 利率互坏市场定价保持稳定 预计2024年美联储至少有一次降息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洛根周四重申 现在考虑降低利率还为时过早 他认为高利率可能不像 政策制定者预期的那样遏制经济 并强调官员必须为未来的调整保留选择余地 在欧洲 最近公布的物价数据显示 5月份核心通胀加速 欧洲央行预计将在下周开始降息 但高于预期的通胀可能迫使其放缓降息的步伐 周五 国际油价在持平线附近徘徊 本月以来 油价已经下跌2% 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 徘徊在每桶78美元下方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维持在每桶82美元水平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石油库存降幅大于预期 但汽油库存增加200万桶 高于预期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被认定在封口废案中 所有罪名成立后 川普传媒公司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 在岸人民币周五收市 报7.244元对1美元 较前一日官方收盘价上升15个点 离岸人民币周五盘前报7.2551元对1美元 摩根士丹利对中国大陆股市持审慎看法 并指中国大陆是亚太州区当中最为减持的市场 该行的分析指出 从股东回报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经济动力的角度而言 该市场的估值都无法持续向上 在看个股与企业消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在通胀冲击下 消费者对评价非消费必需品的需求大增 以及金条和便宜烤鸡热销 美国零售巨头Costco上季获利 营收及铜电销售都好于市场预期 但股价在周五盘前下跌近1% 公司股价今年来已上涨25% 涨幅远超越大盘标普500指数的 大约10%涨幅 电脑和服务器生产商戴尔的股价 在盘前下跌超过14% 前一日股价收跌5.18% 戴尔科技公布第一财季财报 营收增长6% 但经营利润同比下降14% 尽管公司营收与利润均符合分析师的预测 但管理层预测其AI服务器业务的高成本投入 将拖累全年利润率 及全年利润将承压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五表示 由于安全带警告系统存在故障 特斯拉将在美国召回12.5万辆电动汽车 以此召回涉及的车型包括2012年至2024年生产的Model S 2015年至2024年生产的Model X 2017年至2023年生产的Model 3 和2024年至2023年生产的Model Y 服装零售商盖普的股价在盘前大涨超过20% 公司公布了更高的季度销售额 并结束了连续低迷的业绩 连锁百货公司Nordstone第一季度业绩令投资者失望 股价下跌7%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至少在几个月内 不会取消波音公司737 MAX的生产上限 美股的繁荣和经济的复苏 刺激了许多公司上市 并利用美国IPO市场复苏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周五援引知情人士称 对冲基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正计划让他的投资公司 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 最快在明年上市 作为上市的前奏 阿克曼将在一轮融资中 向投资者出售潘兴广场资本的股份 预计该公司的估值约为105亿美元 潘兴广场资本管理着180亿美元的资产 在欧洲有一家上市基金 去年回报率为26.7% 超过了股市大盘的涨幅 并从2022年的亏损中反弹 今年早些时候 阿克曼在美国推出了一个新的投资组合 模仿他现有的对冲基金 但提供更低的费用和更快的资金获取途径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 从1.6%向下修正至增长1.3% 主要原因是消费者支出疲软 手机的增幅是两年来最小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 导致GDP数据不温不火的最大原因是 贸易逆差扩大 以及库存或未售出商品的增幅较小 修订后的报告还显示 作为美国经济主要驱动力的消费者 支出增长率为2.0% 而不是之前显示的2.5% 在之前两个季度 家庭支出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 不过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可能会出现不错的反弹 最新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以3%以上的速度增长 与2023年最后两个季度的数据相似 自纽约陪审团周四裁定 前总统川普封口废案34项罪名全数有最后 川普竞选网站开始将访客重新导向募款网站 内文还可见到川普作为政治犯的宣言 该讯息写道 我就是在一场被操纵的政治猎屋审判中遭到定罪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却突击我家 逮捕我 拍我的档案大头照 而现在他们刚判我有罪 由于川普的支持者 大量涌入共和党官方捐款平台WinRed 时网页周四在短短几分钟内当机 川普竞选阵营随后在社群平台X上发文说 美国人民已经看穿这场狡猾的操纵审判秀 许多美国人都有所赶 而对川普总统阵营捐款 以至WinRed网页当机 川普成为第一位遭到刑事定罪的美国前总统 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竞选美国总统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 对于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AMD等晶片制造商 向中东大批量出口人工智能晶片 美国官员以减慢批出许可证 并正对中东地区的AI发展进行国家安全评估 知情人士称 官员特别关注大批出售 因为阿联酋和沙特等国 希望进口大量用于AI资料中心的晶片 放慢出口是为了让华盛顿有时间围绕先进晶片 应该如何在海外部署制定全面战略 包括协商谁来管理和保护用于训练AI模型的设施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保护国家安全是最优先事项 报道提到美国部分担忧在于 中资公司可能会透过中东的数据中心获得这些晶片 美国一直采取行动 避免先进晶片及制造设备落入北京之手 担心会被用作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 中国5月制造业活动意外下降 结束了先前连续两个月的扩张局面 凸显房地产危机延烧下 持续给企业、消费者和投资人带来压力 要求政府推动新刺激措施的呼声持续 中共统计局周五公布 5月制造业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4月的50.4跌至49.5 跌破50融枯线 也低于预期的中位数50.4 5月制造业PMI中的产出核心出口订单 分项指数分别下降2.1和2.3个指数点 远远超过整体指数的降幅 房地产业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减轻了北京将成长模式 从债务驱动型投资 转向国内消费的努力 分析师指出 随着当局继续努力稳定 受到危机打击的房地产业 经济趋势能否延续还很难说 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 一名涉嫌制造并使用恶意软件的中国公民 已在异常打击恶意软件的跨国行动中被捕 这些软件常用于网工 大规模诈骗以及剥削儿童 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美国司法部周三发布的公告指出 这名3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王云赫 于本月24号在新加坡落网 司法部声明指出 王云赫及其团伙制作并使用恶意软件 侵入并攻击全球多个国家 数以百万计的民用Windows电脑 这些网络犯罪分子购买到受到感染的IP地址后 绕过金融欺诈检测系统 从金融机构信用卡发行公司和联邦贷款项目 盗取了数十亿美元 其中包括利用那些被犯罪分子控制的IP地址 制造的欺诈性失业保险索赔案子 给美国造成将近60亿美元的亏损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 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